你好 我是马马 不过你也可以叫我Mona 今天初步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那么自虐的去压脚背呢 首先妈妈想给大家介绍三种脚背的类型 有的人的脚背直直的没啥变化 有的人是往鞋上走的 想要压脚背的同学朋友 就是把脚背往鞋下走的这样一个曲线 你的脚背是属于哪一种呢 看过妈妈老早以前分享的 专业的舞者要压哪些软开度的视频分享了 你就能够知道 脚背的话呢 我们会把它分成两个部位去训练 比如说看中间被我截断了 上面的足弓呢 它其实涵盖了一个大脚背和巧脚背 也就是咱们看到平时缝脚背的弧度很大的地方 然后剩下的就是脚趾了 脚趾的话也就是咱们常说的 红脚尖 pointed 那个地方 垂直的都来看的话呢 脚趾头 那我就这样 哎呦 好酷 再来一次 就是胖一点 然后能不能收一点 好一点 OK 好酷 还有 这什么东西 香蕉茄茄子 就将就看是这个样子哈 实质的讲 变成了这个样子呢 它会带来哪些感变 第一个 就像我们写书法 每一个笔画它最下面的时候呢 肯定是渐渐的收回来 做音乐的时候要淡入淡出 视频也是淡入淡出一样的 我末端的时候呢也喜欢渐渐的去把它收了 直直的呢 规规矩矩的 而往上呢 你看往上翘的 我这样横着看 嗯 它的气 感觉是往上飘的 如果我们是两条腿站直的 像刚刚这样的话 往上翘的 看都没有 它有一个渐渐的收尾的一个感觉了吗 没有了 本来就怎么有这么宽 它反而还是 哎 越打越开了 就是一个气势增强的一个过程 看到没有 脚背弄好了之后呢 它就会两个脚心相对 特别是像我们做小跳的时候 搭搭搭搭 脚腕子特别的灵活好看 这个是一个渐弱过程 而这个呢 渐强的一个过程 有了脚背呢 首先它能够延伸我们腿部的线条 如果脚背的线条好看的话呢 哎 神秘曲式的一个渐弱 渐收的一个视觉呈现就能够出来啦 第二个 对于舞蹈演员来说呢 我们大脚背好呢 因为很多动作 特别是旋转的动作 它会需要我们有半脚尖立起来 然后同时呢 越垂直 我的重心就越稳 相当于我的立半脚尖的时候呢 尽量是把我的所有的重心 全部推到我的脚直上 尽量给它断根 这样的话呢 我的重心才稳 如果是哎 只能脚背压成这个样子的话呢 我这块肌肉还要控制着 脚背还要控制着 重心也不稳 就特别难 练旋转 如果把它练转根高的话呢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真的不适合防挂 嘿嘿 哈哈哈哈 是一个脚 不好意思 只是在原来上学的时候 美术课上放过 叮 脚趾头 那你的 我感觉这一次稍微画的像一点了 原来是我之前忘了画脚后跟 没有脚后跟 所以没错 大脚背如果压好的话呢 能够帮助我们立半脚尖更稳 更轻松 往下呢 看到这个你想到什么也没有 作为女生 high heel 你可以穿高跟鞋 特别是那种12厘米很高的高跟鞋 脚背也没有那么难受 整个一个腿部的线条呢 它有这么一个曲线在更有味道 大脚背和小脚背比较灵活了之后呢 也能够帮助我们 提升做弹跳动作的质感 跳的发力就不只是一个膝盖和大腿小腿 同时也有我们自己的脚掌 还能够把它区分为脚掌心和脚趾头 处理的细节部分越来越细 它整体的一点一点的配合呢 也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弹跳的 比如说是爆发力或者是一个高度 或者是一个收紧的能力 比如说我们压尖 我们压腰 它都是一个关节 不是一个整体 就已经是被拆开了的 而咱们在压脚背的时候呢 大脚背特别难 最痛的一个部分就是它了 基本上就是一个整块的骨头 你要把一个整块的骨头去给它 掰成一个弧线 它是非常痛的 线条这块 把它从一个直直的线条 把它变成一个曲线出来 而且是变态 越靠近地板越好 还是有很多人它真的是天生 脚背就软 一下 那个大脚背就下去了 怎么去压脚背呢 欢迎去看看妈妈之前分享的 教你压脚背的教程了 都分享了 希望你能够实用愉快 OK啦 今天的分享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如果有用不要忘记三连咯 好啦下次再见咯